另一件事,有26歲記者涉嫌收集40枚使用過的催淚彈杖膠大彈學 被起訴了一項無牌管有彈藥罪 昨天東區裁判院提訊 周敏,26歲就說是作私下研究之用 誰知被指涉嫌在沒有合法牌照下管有彈藥 第一,周敏,不是周為敏馬,是26歲 他私下研究是甚麼呢 他是不是想撿催淚彈、上架彈彈學回去,將它復生 或者做脫記錄,我自己覺得 但你想想,你自己放完催淚彈那些政府 又不出來撿彈彈學,那些人撿又是正常的 大哥,你又不可以怪人 那些人撿又是正常的,大哥,你又不可以怪人 但是人家撿了,無緣無故就被人踢鬥 他身上有9枚手錠式的催淚彈彈殼,28枚催淚彈彈殼 1枚以碎的手錠式催淚彈,1枚海綿彈彈殼 和1枚橡膠子彈彈殼 你又不想,周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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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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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敏… 就是不奇怪,這個不知道 但是你要周身找幾十個彈殼是非常容易的事 因為隨便去一個地方你也撿到了 他的記者就好一點了 就是看看有沒有覺得他壞的機會都很大了 但是記者就看看會不會輕判一點 我覺得都未必是壞的 他的記者就好一點了 就是看看有沒有覺得他壞的機會都很大了 但是記者就看看會不會輕判一點 我覺得都未必是壞的 我覺得真的很難說,因為你真的無牌管就有了 我覺得真的很難說,因為你真的無牌管就有了 昨天反而被我們凸約記者就撿到 警方就立刻派完地毯色搜查 好像我們開完槍一樣,想撿回這些東西 第一,這個真的要直播 第一,就是這個禁令賓州的東西 原來就是那些狗,那個螢光藍、螢光黃 平時都放在一個袋子裡 原來只是一粒賓州的東西 在淘寶賣不知道是否需要兩元 插了就會發光 我想是幾元而已 插了就會發光的 當然,我們也是第一次了 好像1985年,84年龍虎砲第一次 揭露處女膜 那期處女膜,那期龍虎砲是一次封衡的 在史上第一次真正揭露 究竟什麽為之橡膠子彈 我瘋你了 我瘋你了 我瘋你,很瘋你 很瘋你 這顆東西,黑色的就是橡膠子彈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這顆,這顆就是橡膠子彈 就是明文天下的橡膠子彈 當然,我是完全感覺不到他有任何橡膠的感覺 OK 老實說,我可以怎樣形容他呢 他像是那些門 後面那顆stopper 以前有些門 是,那些門室 就是裝在一隻門上 他就撞到膠上 類似一顆這樣的東西 這顆東西 他除了打不入之外 因為他是源頭膠 他如果在一個距離底下 我絕對相信他可以打死人 用一個這麽強勁的發射 怎麽打不死人呢 你媽的,那顆石子彈 你媽的 這些就是林鄭月娥政府 林鄭月娥口中 哎呀,我根本都沒有,剩下三萬警察 你媽的,是施以去對付我們人民 對付我們異見者 對付反對這個條例的人 你媽的,殺人武器 你媽的 而且他現在還覺得好像很像平常 以前第一次